神话里的法宝兵器千千万 但大多数都是像金箍宝和九尺钉耙一样的功法之宝 或者玲珑宝塔照妖镜一样的七门法宝 专门用来防御的确实少之又少 上古神话里的十大防御之宝 你知道都是什么吗 最后一位能得到功德之力护体 天道不灭我无敌 十大防御之宝第一位 西天灵山 功德金脸 这是佛祖他老人家的压香敌宝贝 防御力无比的强大 西天灵山就是被这朵金脸笼罩 佛媚神仙云集菩萨罗汉不计其数 此宝镇压佛门器语 是西方较经久不衰的核心愿意之一 佛门中的大佬都喜欢端坐连台之上 传说着功德金脸 乃是跟盘古大神同根同源 在天地开辟之前 于混沌当中孕育 经历地活水风的洗礼 才成长为极品先天至宝 十二品功德金脸 此物蕴含盘古开天辟地的功德之力 持有者会被功德加持 任何生灵都无法造成伤害 防御力堪称恐怖 只可惜洪荒之中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妖孽 即便功德金脸来历惊人 却也还是被一只蚊子吃掉了三品 成为九品金脸 可能就连上天都极度它的强大 佛门万年气韵滋养 如果没有这次劫难 未来功德金脸必将是三界第一至宝 十大防御至宝第二位 地书 此物乃是盘古开天后的大帝胎魔所化 与天书封神宝 人书生死不合成天地人三书 此宝寄出后 可调动洪荒大帝灵脉之力 相传魔祖罗侯所记诸仙剑阵阵被破后 将西方灵脉自爆 真原子凭借手中帝书 书里西方灵脉 将自爆后果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后更是凭借此宝发现了帝仙剑 成为大名鼎鼎的帝仙之祖 跟西天如来 三清祖师 玉皇大帝这些什么平起平坐 要不是西游当中路了次里 绝大数神仙都不知道他 真原子大仙法力超久 还拥有人身国之等三界奇真 实力可谓非同凡响 底书在手 整个世界都会保护他 不然如果得仙界破碎 死去的生命何止一万万个 十大防御至宝第三位 山河设计图 此物的来头同样不小 乃是创世神级别的女娲娘娘所有 内部自称一方小世界 蕴含无上的空间法则 能够孕育世间万物 在风神大战当中 被女娲赐予杨剑使用 凭此打败了肉身城上的眉山七怪老大袁红 这袁红跟孙悟空类似 乃是混是四猴当中的通比猿猴 肉设无比的强大 轻轻松松就能举起十万打山 修炼的法门乃是八九玄弓 已经达到肉身城上的地步 也就是说单纯比拼肉身 猿猴堪比至高无上的圣人 虽即便强如阳俭也无可奈何 但圣人强大的地方并不是肉身 没有相应的法则领悟 就是天差地别 山河设计图一出 即便你一拳能破碗重山 却也无法对抗一方世界 山河设计图的防御里惊人 圣人无人可破 十大防御至宝第四位 八卦紫兽仙衣 算是神话中少有的衣服类法宝 穿上之后水火不侵刀枪不入 风神当中是二金献的赤精子 将此宝赐给徒弟殷红 殷红叛变后 凭借着紫兽仙衣 可以抵挡江子牙的打神鞭攻击 甚至毫发无损 要知道这打神鞭专打上榜之日 只要是风神榜有记录 哪怕大罗金献也抵挡不住 大名鼎鼎的燕中仙罗轩 温神吕月 这两个未来的天庭大神 雷火温斗天庭四大部门中的两部老大 就连他们都被打伤过 准圣级别的云霄娘娘 也不能毫发无伤 而殷红这个昼王之字 同样名列风神榜 并且修行时间才几年的修士 竟然能抗住 足以见证紫兽仙衣的利害 不愧是顶尖防御法宝 十大防御至宝第五位 七宝妙术 同样是佛门的至宝 乃是西方圣人准提炼制 能够抵挡无敌的五色神光 就连杀法无双的诸仙剑 也奈何不了 足以证明防御力惊人 并且七宝妙术还有一个强大的功能 那就是刷人法宝 只要是不超过七宝妙术的法宝 都能给你刷过来 在封神世界当中 法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要是哪吒没了乾坤圈混天灵 战力何之减半 而七宝妙术在手 天下九成九的法宝都会无效 这防御力堪称无比的惊人 十大防御至宝第六位 先天五方骑 每一面骑子都是先天极品灵宝 组合起来的威力三界都无法承受 所以被五位大能分开保管 这五面骑子代表五行之力 其中防御力最高的是中央姓黄骑 在原始天尊手中 号称尖连万朵无误可破 诸邪退避万法不侵 只要扎根大地 力量就源源不断 被原始天尊赐给江子牙使用 配合打神边一攻一手 堪称所向披靡 除了姓黄骑之外 东方青年宝色骑在西方圣人接引手中 能够平心静气 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机 恢复力是一绝 南方离地燕光 其为太上老子所有 可以混乱阴阳颠倒五行 功法之力很是强大 西方素色云界骑 其被王母娘娘持有 能破出一切迷雾 北方真武造雕骑 听名字就知道是谁 真武大地手持瓷宝 堪称遮天蔽日 横扫十万妖魔大山 先天五方骑单个拿出来 都是一等一的法宝 一旦及其布下阵法 五行之力源源不断 可以说圣人之下无人可破 十大防御至宝第七位 诸仙剑图 听到这你可能很奇怪 诸仙四剑不是杀法第一吗 怎么能算是防御至宝 单纯的诸仙四剑 自然是攻击法宝 可一旦配合诸仙剑图 组成诸仙剑阵 那就成了阵法 非四剑不可破 没有四大圣人就是无敌 这四把剑难道还不能 称得上防御无双吗 十大防御至宝第八位 东皇忠 也叫混沌忠 乃是混沌当中诞生的法宝 等级是最高的混沌至宝 跟盘古大神的盘古府一个等级 只要是洪荒世界的力量 就不可能将其破坏 东皇忠也是唯一一个 能对圣人产生威胁的法宝 曾经巫妖大战 巫族可以召唤盘古真身 妖族就是靠着这东皇忠 才能抵挡 只可惜后来巫妖二族两败举伤 这东皇忠也随之下落不明 十大防御至宝第九位 诸天庆云 天道无上一宝 乃是盘古大神的一口 浩然正气所化 盘古陨落之后 此物变成了红军的防身至宝 能破罗后的诸仙剑阵 此宝当局守宫 后来红军成圣 三次讲道 在已深河天道之前 将此宝赐予原始 此宝一旦祭出 可谓是诸邪辟也万法不沾 无是任何宝物骑兵的攻击 免一切神通法术的伤害 庆云之内 鸿蒙世界引现其中 日月星辰普照期间 庆云之中 五色豪光渲染诸天 八音掀了响车还宇 庆云之外 无数金灯 金灵 阴墨 垂珠 从庆云之中漫天落下 如岩前滴水源源不断 络绎不绝 任何存在只要持有此宝 就立于不败之地 但这些厉害的法宝 往往都是先天诞生 那么后天人造的法宝 有没有能与之媲美的呢 当然有 那就是随后一个防御至宝 天地玄黄玲珑塔 乃是太上老子 以无穷无尽的玄黄知其恋称 里面蕴含太上忽悠人族的 无上大功德 虽又称后天第一功德至宝 放在头顶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主仙剑阵虽然厉害 但太上凭借这个宝塔 轻轻松松在阵法当中遨游 虽然无法打破 但通天教主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由此可见这座宝塔的强大 太上老君号称清井无为 不喜欢和别人争斗 可身为圣人 既然不研究攻击 那肯定防御力就无比的强大 除了玄黄宝塔 还有一个太极图 乃是盘古府的一部分 拥有回天灭地的力量 配合天地玄黄宝塔 再加上一气化三清的强大法术 太上老君在圣人当中 绝对是数一数二 十大防御法宝各有千秋 那么你有什么看法呢 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继续